蔡英文的承诺事实上是很难落到实处的 因为民进党的整个的黑化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而且蔡英文本人就是民进党黑道入党的一个主犯 为什么说这个黑道入党是民进党的一个系统性问题 因为民进党长期以来是一个派系共治的政党 它里面有很多的政治派别 比如说蔡英文本人的英系 还有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的苏系 还有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坤的郑国会 还有像桃园市长郑文燦所在的新潮流系 那么这些派系在民进党内有合作也有竞争 它竞争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 那就是看谁在党内民进党内拥有更多的基层的支持者 然后就能掌握更多的民进党内的职务 从而占据更多的民进党核心权利 在这个方面民进党就出现了人头党员这么一个恶性竞争的问题 那什么是人头党员呢 就是这些党员本身 这些这个入党的这些成员 本身并不见得多么的支持民进党 只是为了在民进党重大选举的时候 多争取一张选票而组织这些人员入党 那么在人头党员的问题上 黑道就是发挥了一个重要作用的角色 那么黑道可以利用他自己的这个帮派成员来入党 那同时呢也可以利用他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组织一些这个更多的民众来充当人头党员 实际上民进党各个派系 甚至从上到下都有通过黑道组织人头党员入党的问题 如果蔡英文真的有决心来整治黑道 落实所谓的排黑条款的话 那么首先他自身本人就应该像他的亲信 像黄成国 还有所谓的这个北成国南明文 北边黄成国南边的成明文 这样的他自己的亲信来下手 显然蔡英文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的